看起來有麻繩編織感的地墊 其實是用假髮做成 非洲肯亞婦女喜歡在真髮上 接上假髮 編成辮子等不同造型 但假髮大多是用不可分解的塑膠材料做成 壽命不長 最短大概四個月就必須更換 大量被丟棄的假髮 對環境形成污染 一項由當地業者推動的創新計畫 讓假髮污染的問題得到解方 他們會在哪兒 只在地上 沒有一個特定位置 沒有一個特定位置 所以這裏是每個地方 不用當地婦女把廢棄假髮回收 再重新編織成門墊、地毯等產品 回收過程首先會將收集到的頭髮清洗、分類 並編織成縣 然後再編織成產品 每位女性每周最多可以制作10块手工地毯 售价最高可以卖到新台币493元 废弃假法有了新生命 没法不必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也可以是一件很环保的事 达新闻张力编译